是 谈得特别好 给了我特别多的建议 我现在完全就是 啼湖灌顶啊 是吗 那晚一点呢 你自己也别忘了吃饭啊 拜拜 完了 苏静来不来了 为什么呀 加班 那咱俩还吃不吃 吃啊 苏静专门盯住我 一定要招待好你 太好了 没想到啦 苏静还挺皮血的 说不说吧 来 先尝尝这盒米 好 好 慢点 你说这空就来了 好 那我去 真不错 何明哥 你还记得吗 咱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也是在吃饭 记得呀 能不记得吗 飘移吗 飘着就过来了 你说黄毛丫头 你开那么多车真是 你怎么不是个男的呢 你要是个男的 我绝对认你当亲历 真的 不是我在你心中就一男人啊 不会不会 你比男人爷们多了 不是你才爷们呢 但是说实话啊 你看 咱们在一个公司 对吧 完了呢你又老来我们家 我总觉得吧 你这个人可能只会耍耍小姐脾气 那但是呢 没但是啊 什么没但是可还行 有 没但是 但是什么 但是 现在我发现 你呢不仅能干懂事 而且你有一种 就女孩身上 没有的那种帅气 看来以后 我真得重新闪失你了 谢谢 这容力于 谢谢 不客气 那你就重新的 好好舍舍舍舍舍 这么近吗 扔起来 两个两位媳妇妹妹 你归信 我信我 安大 安大 你别玩了 干嘛 你给我分析一个问题 你说这成熟有媚的好男人 你结婚了呢 盛爷那些没结婚的 没有一个操红 我跟你说 这老婆培要好老公 那都是自产自销的 听说过哪个男人 是自觉成才的 很好 这有人吃甜点 吃出感情了 快来 我说对了吧 怎么说了 都可能死会不忍的 胡董 当我看见她眼睛的时候 那我觉得 那是一种幻觉 但我清醒了一样 我才发现 那是真的 那是真的 你说说 她怎么想的 那怎么想的 我还真不知道 你怎么 你怎么对我没什么感觉 好 别是当当司啊 你干什么 你清醒一下她 这女人以为是感情 这男人认为是调情啊 再说了 她可是有不知乎啊 我也是想 那儿老 那个那个了 什么那儿那个 你说调情了 我是那儿老婆 我跟你说 我不会宽人 我才不信你 我才信不信 老公 你明天干吗呀 怎么了 我想让苏秦和爱好过了 你有时间吗 明天不行啊老婆 你忘了 搞定那个杜玉明啊 那后天呢 你有时间吗 那后天更不行啊 你看啊 如果明天我把她搞定了 我后天得拟合同 如果明天我搞不定她 那我后天 肯定还得继续想办 行 没事 你忙吧 老婆 改天啊 你好 杜玉明 如果你跟我说 好的 我稍等 你好 你好 我和杜先生约好了 我是猎头顾问 账号名 你呀 对 是我 不好意思 杜先生今天很忙 没关系 我可以等 你先回去吧 杜先生今天真的很忙 真的没关系 我真的可以等 杜总监有个猎头顾问想要见你 好的 好 谢谢 不好意思啊 我怎么觉得 这个时间是你随口编的呢 是 他根本不想见你 为什么呀 因为他觉得你不够专业 不愿意浪费时间 好 谢谢 老婆 老婆 别在这儿睡呀 老婆 你咋回来了 你不接电话 你谁呢 苏星咱们走了 早就走了 你怎么样呀 顺利不顺利 本来呀 像一招之礼 结果呢 被递制了 人家对我第一印象不好 根本不想见 老公 其实我觉得 你们这个行 跟我们搞公关应该也差不多 首先要搞清楚对方的脉络 比如说喜欢什么 爱好什么 有什么兴趣 等等等等吧 我跟你说 该摸的我全摸了 问题是我见不着人哪 除非我绑架他 对吗 是 行了 不想了 先洗澡吧 你等会儿找我 周威娜 回答 喂 你说 你要找那客户 是叫杜玉鸣吗 对 杜玉鸣 没错 我给你找着了 真的 回答 我发现我现在是不是离不开你了 是必须的 谢谢 谢谢 快点给我吃饭啊 好好好 我明白 我明白 得嘞 得嘞 拜拜 谢谢啊 拜拜 我发现现在卓桂大真挺厉害的 杜玉鸣的行踪她居然知道了 那解决了不是挺好的 对啊 洗澡去喽 你儿子 你儿子 没有 有了 你们 对 你儿子 你儿子 fille儿才能做 你儿子 来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好点儿子 谢谢 挺不错的 直接挺好 好 看你了 戴眼镜穿黑西服 老师 杜杜 可以啊 怎么找的 很简单 跟踪 从昨天他出公司 一直跟踪到现在 干吗 用这么来看 你放心吧 我绝对不会以这个方式来对待 怎么样 你准备好了吗 是 是 走 不好意思 你好 不好意思 请问是杜云鸣先生吗 是 我叫张和鸣 之前和您联系过的猎头 老公您先帮我一下 我们再来见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我的秘书没有跟你约时间吗 没有 因为我知道 有很多公司都要急着见你 所以我就提下来了 对了 这个是艾尔公司的详细资料 张先生 请你看一下这里的环境 我不认为这里是谈公事的地方 不好意思 那我到门口等您 好吧 好 等一下 这里是我妻子的画家 我本来想好好陪陪她 你破坏了我的心情 你不用等 你可以回去了 不是 杜先生 那明天可以吗 你以前是会做HR的 这是你第一次猎头 对 我看咱俩名领相仿 我就有话直说了 猎头面对的都是有资本 有资历的人 不是电话销售式的死缠烂打 更不是你当HR的时候 开个首会的条件就行了 不管你的委托人是谁 我都不会考虑 杜先生 请您给我两分钟时间 两分钟 请您给我两分钟时间 行吗 给你两分钟 谢谢 杜先生 这是公司的大概资料 您可以过目一下 二投资呢 给您开出的条件是 五百个下属 所以你拆起来 还有就是每年有百分之二十的份 我觉得 像您这样的人才 您需要一个更专业的发展平台 我们合作 肯定能完成更高的人物 高新 团队 平台 除了这些大家都能开出的条件 您有什么特别的梦 品味 品味 对 艾尔投资可能不是规模最大 范围最高的公司 但是它只为高端人士 公司和团体服务 它投资的项目呢 有房地产 艺术品 奢侈品 客户群体 包括了律师 演员 房地产商 艺术品商 奢侈品商 全部都是各行各业的经营 艾尔呢 创办了五年 他每一次投资都没失败过 这靠的不光是他的庞大的资本 而是独到的眼光和品位 如果杜先生能加入 肯定会相得益障的 还有 艾尔还知道您的妻子 非常有天赋 所以他们愿意赞助您妻子 是接下来的每一场华谈 您妻子的天赋 艾尔的资金 您应该能想到 将来会发生什么的 这些就是艾尔 和其他公司的区域 精准的目标和定位 在合作时间内 尽最大可能保障其低 我想能做到这一点的公司 并不多 我会考虑的 我会考虑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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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新教授的话派上用场的 你派上大用场的我跟你说 当然了 哥们也自己发挥了一下 我就知道你是个人才 怎么着 你已经不怕新工作 带给你的压力了 何止不怕 我今天喜欢死这种压力了 有挑战 有竞争 刺激 而且我现在明白了 胜利必须得用代价来换 我的代价是什么 比别人更努力 行了行了行了啊 别跟我说这些话了 留着这些话 去跟你老板邀请 好的 戴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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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总是一不小心地 就帮了我的大马 那是 我还一不小心地 就成为了你生命终于贵 跟我来 不是 去哪儿啊 快来 你觉得这手链好看吗 挺好看的 嗯 是吧 嗯 服务员 你好 拿这个手链给我看 是 谢谢 来 我试一下 比一下啊 好看吧 挺好看的是吧 是吧 嗯 挺好看 得嘞 就是他了 给我来一句 好嘞 你稍等啊 干吗啊 你买了啊 对啊送给你 送给我 为什么送给我啊 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 我送你个小礼 不这不天经地义的事呢 谢谢昆明哥 你真好 不客气 我这事我应该做的 好 好 先生给您 好好好 谢谢 这先生您真有眼光 这可是我们的畅销款呢 是不是 对 只剩下最后两条了呢 是吗 大伙 你说就剩两条了 对啊 只剩下两条了 把那条也给我 好嘞 稍等先生 好 好 喂 喂 喂 竹锡啊 你干啥呢 什么呀 骨鸽啊 叫结婚了 真的假的呀 太可口 太好了 行行行行 你这拔带就说孙好吧 行 我知道了啊 我跟你说一下 妈妈 你处理身体了 好的好的 我知道 你可别太瘦了 嗯 行啊 别操心了 拜拜 老公 这个手链是送给我的吗 对啊 喜欢吗 他为什么有两个发票啊 那就说明他还有一条手链啊 是吗 对 送给你妈的 给我看看呗 不是送给我妈的 送给周回娜的 那是他主动要的 还是你主动要给啊 他主动要的 是吗 当然了 也是我主动给的 你够大方的啊 等吧 不放心了 你最近是不是跟他走得点近呀 什么意思 你说我什么意思 你不会觉得我对他有什么想法吧 他对你有什么想法 难道我看不出来吗 不怪我斤斤计较吧 不不不 你没有斤斤计较 是是是 我承认 他之前可能是对我有点那个什么 但 但是 咱俩结婚以后 人家可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向我表示过 已经没有任何想法了 真的 这回你放心了吧 好好 我知道 你呢 对他可能是有点成见 但是我告诉你 卓慧那真不是咱想象中那种 无理许闹的小丫头 挺懂事的 这人孩子 真的 我跟你说啊 你是不了解他 你要是 我要是了解他 我也会喜欢他 是吗 有可能 那就说你已经喜欢他了 对不对 别玩这种文字游戏行不行 不是我 好 那个 这样 咱就从这个手链咱分析一下啊 你看啊 咱是不是得 要买房子 对吧 买房子是不是得需要钱 需要钱我是不是得跳槽 我跳槽以后 我工作上遇到困难 我是不是得需要帮助 可恰恰这时候卓慧那出现了 人家给了我一个特别大的帮助 我顺理成章地送了他这么一条手链 你说我过分吗 所以说这件事情就是我错了 我就不应该让你买房子是不是 这位买房子才要送手链对吗 不是 这怎么就扯得 没说你不对呀 老婆 我跟你讲 你昨天在这儿的时候还跟人说什么 卓慧那我现在已经离不开你了 是不是你说的 我什么时候说我没说过 你怎么这么没说过呢 以后我要给你录下来呀 好好好 就算我说我我真不记得了 但是我说那句话 那肯定是因为 我说我工作上我离不开他 老康 别哭了 不是 我生活中我离不开他 肯定是你啊 老婆啊 我告诉你张和明 但凡一个有智商的男人 不会买同样一个礼物给两个女人 不是 这事我肯定是忽略了 不是 老婆 这样 明天明天我给 我给你买另外一款手链 好不好 我和这我们俩 连款式都一样啊 你可真会过呀 不是 我跟你讲 他那款要不回来的是吧 我这款我也不要了 来来来来 爸妈跟我说周六大哥结婚 咱们要一起回去啊 他们怎么现在才说呀 肯定就是怕麻烦咱们 所以也不想提前告诉我们呗 不过我在想 咱俩早早回去帮帮忙什么的 我 对了 哥的婚礼 那你什么时候回去啊 不回了 姐 这样 我这儿啊 正好还有两千块钱 你先拿着 帮给大哥 不用了 不用了 你赶紧收回去吧 哥这边 你要能回去尽量回去 你说哥结婚你要不回去 全家人都该不高兴了 姐 这钱呀 你就收下 你帮我给大哥他们 帮我解释解释 我就不回去了 行吧 你这死丫头 现在主意越来越大了 是吧 姐 你跟姐夫什么时候走啊 怎么了 是不是吵架了 也不算是吵架嘛 反正争了几句 她这人特逗 她自己找工作 卓慧娜给帮了忙 结果呢 她送礼物 给我们俩送了 一模一样的一条手链 你说她是不是脑子去跟进 我一生气 我就跟她顶了几句 姐 别多想了啊 姐夫不是那样的人 我也知道 你姐夫不会对 那个卓慧娜怎么样 可是所有的女人 对这件事情 都会像我一样吧 我跟你讲 再来你也一样 说是这样 错肯定错在姐夫了 但是我觉得 什么 你觉得我错了 其实我昨天一晚上 都没睡着 我就在想 到底是不是怪我太多想了 你看我逼着她找工作 逼着她买房子 要没有这些事 也许我俩就能好好的 你说我现在是不是要的太多了 我自己都搞不清楚 姐 你别这么说自己 其实我觉得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离不开那个人的时候 就是真爱 那你的意思是 让我原谅她 对啊 我觉得 送个礼而已嘛 人之常情 再说了 你们之间的感情啊 你心里最清楚了 你别那么纠结了 我觉得找姐夫好好聊聊 把事情聊开了 你们一起经历那么多事情 不能就这么轻易放弃了 让我想想吧 刚好也晾她两天 电话 喂 多多 妈妈 妈妈 我想过你了 妈妈也想你 胖了瘦了 你自己要好好的听话 知道吗 知道了 好了 那妈妈就挂电话了啊 拜拜 拜拜 这谁呀 我干儿子 你干儿子 看你照片 太可爱了 什么时候的事啊 说来话长嘛 我之前领养过一个孩子 你都没跟我说过呀 你总共来找过我几次啊 我们俩聊过天嘛 我什么时候跟你讲这事啊 我们总来你家不方便嘛 行了 以后啊 有空就过来 姐给你做好吃的 谢谢姐 那个 回去啊 跟姐夫好好聊聊 别生气了 这事你就别管了 走吧 你这事 我哥要结婚 我回到老家 我哥要结婚 吓我一跳 不是 结婚是好事啊 什么早 我给你一块去呗 不用了 我自己去 刚好我想亲戚听一听 对了 我不在的这几天 你回你父母那儿住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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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那回头到我妈那儿打个招呼吧 这么突然啊 那个家里那边 给他们俩的伸伸八字算了个日子 所以着急忙慌地让我回去 你不跟着去吗 他 我去 我去不了 不是 我不是刚换的工作了 太忙了 实在走不开 正好这两天 我就回来跟你们一块住 陪陪你们俩 而且那个 大哥那边已经打好招呼了 是吧 对 对 那既然你们都商量好了 我们也没什么意见 这是好事 喜事 大家一个高兴啊 高兴 谁也没不高兴啊 那个 就是觉得太突然了 你说孩子一点准备的时间都没有 车票订了吗 已经订好了 刚来的时候订的 明天一早的车 那还好 还有时间 回头我买点东西啊 你给你家人带去 妈 不用钱 别麻烦 家里那边不缺 一定要买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嘛 回头你们收拾一下 到时候你过来来取 没事 我自己来哪里行 没事 我自己来哪里行 妈 你别搅花了 你回来这么早 你工作咋办 你婆婆那咋办 还说呢 我大哥结婚这么大的事 你不早点告诉我 他埋怨着我了 我回来你不高兴啊 我咋不希望你早点回来呀 我是怕呀 你在家待久了 你那个婆婆不高兴 她哪不高兴呀 她已经带那么多好吃的 这个 是我婆婆给大哥的 这是苏晴给的 嗯 挺好的 哎 苏晴跟何妙怎么跟你块儿会了呀 好呀 他俩都忙 苏晴公司请不上嫁 何明他不是 也新去了一个单位吗 请假也不太好 就让他们忙吧 以前你们可是称不离驼 功不离婆 他这次 他咋都舍得让你个人回来了 这有啥舍不得的 那我俩还真分不开了呀 是的 苏晴哪 妈有个想法 你们俩也别光忙着工作 也得考虑着要个孩子 你要是有了孩子 你婆婆就不会给你链子看了呀 我知道了 大哥大嫂呢 咱们看看呢 在那儿 你呀 拿着这个 你亲自给他们俩 我弄饭去了 挂着点 过去啊 快点 喂 老婆 你干吗呢 半天不接电话 我这不是接电话了吗 我这两天特别忙 帮哥弄婚礼的事 怎么弄把他的事 对呀 没你我睡不着 找说会那呀 对 北京天挺好的 可能过几天要下雨 可能过几天要下雨 对了 那个我妈问你大概什么时候回来 我想婚礼结束以后 再待两天吧 我想 我想陪陪我爸妈 行吧 没什么事就挂了 好 好 再见 再见 美国总统奥巴马二十号在秘俗领州发表年奖 跟苏进到边境了 没有 还跟我这儿装 我还听不出你那口气了 这要放在平时 你早跟他去了 哪舍得让他一个人去 行了 他妈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要不让我打电话跟他聊聊 孩子的事瞎掺我手 怎么回事啊 什么孩子啊 他就是七老八十 他也是我儿子 你还能活得一百岁 大 妈 我跟苏进什么事都没有 好吗 而且我现在这么大了 自己心里有数了 好吗 好 我睡觉去 知子莫若母 过来 跟妈聊聊 老话说知子莫若父 那也不如母 好 你说咱这儿子怎么就这么没出息 让个媳妇给拿住了 能不跟我当年一样吗 谁拿你呢 大小姐还知道给我打电话呀 你跟这路青的小日子过得不错都把我忘了吧 亲爱的 我实在是 实在是太高兴了你知道吗 所以我一定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你 我迫不及待呀 干吗 中五百万了 这比五百万高兴多了 你知道吗 医生说暖朝早衰已经开始经营好转了 来了就昨天晚上 所以我这个月要天天量体温 这样这样下去 我也有可能生孩子 所以我特别高兴 一定要马上地告诉你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我就说你的身体肯定没事 医生的话只能信一半 我跟你说 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潇洒的人 就是大姨妈 你看她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她不来呢 你急得慌 来了呢 来了 对 来了不来 你都得忍着 但是因为我的情况渐渐好转了 我决定听大姨妈的话 好 姑娘 你还有 冯好春那个为人啊 我算是看清了 大哥 这次的婚礼我没有参加 我特别不好意思 所以一定要把那个红包 给我带到了 我的心意带到了啊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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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傻白啊 现在想起我大哥了 我说 你这前前后后也没几天呀 怎么就跟变那个人一样 我跟你说啊 这个好的爱情 就是通过一个人去看整个世界 这坏的爱情 就是因为一个人放弃了世界 我不会因为 拍了那么多情感的 我因为一个老鼠时 我放弃了整片森林 我没出过男人 我还没见过男人跑呀 还有 我已经在洛青见过我姨妈和我哥 他们都特满意 你 你这节奏也太快了吧 你是不是下一步就要结婚了呀 那也不一定 天哪 我告诉你啊 你不能现在一恋爱 你又冲昏了头脑 我觉得你怎么着 也好 我得考察考察他吧 该考察的我已经考察完了 全票通过呀 我觉得我也没有必要矜持的 赶紧结婚生孩子吧 你这节奏我现在都跟不上了 你不用跟得上 你就给我准备一个 厚大厚大的红包就行了 你知道吗 我姨妈和我哥曾经就说过 只要我找到一个靠谱的人 就给我准备一个丰厚的价格 可是我现在想想 我真的不是特别想要的 你想啊 我和陆青都有工作 他有房有车的 父母呢也有固定的工资 也都在家了 觉得我们俩够花就行了 够过日子就得了 你觉得呢 你知道我现在有多么多么 多么地羡慕你吗 你看你这结婚啊 还能有个大嫁妆 我 难我多惨呀 当初我的嫁妆都是我自个儿拿的 还签了那个破婚约 现在想想呀 我都觉得我自个儿挺委屈的 你看这日子过成这样 我可真的对你羡慕嫉妒恨啊 那个 行 行了 我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回头我再给你打过去 那好吧 那你去忙吧 再见 还是高兴 好 姐姐姐 刚才打电话 我听你说了一句话 说什么彩礼钱是你自己出的 这怎么回事啊 什么怎么回事 都过去了 行了 行了 别问了 不不 不 那也得问 姐姐 我和你妈是你最亲的人 有什么难心事 有什么不痛的事 你必须得告诉我们呀 我们帮你解决 就说彩礼这事吧 你说说我们家再穷也不能说 让你拿出几万块钱来 当着彩礼钱吧 你妈呀 去了你们那儿一个多月 也看见你婆婆怎么对你这种态度了 你说让我们心里头 揪心哪 再说这次贺明为什么没跟你回来 这里就有事 是吗 苏静哪 古话说啊 您拆一座庙 不拆一座窝 我跟你爸是实在看不过你受这个委屈了 贺明儿这孩子呢 原先我看着挺好的 现在看着他也是太窝囊了 他只会护着他妈的啥时候真正护过你呀 你说说你那个婆婆 拥有那五万块钱 爸一个孩子 不行啊 不行咱这不跟他过来 不提那事 爸妈 反正 这日子过还是不过 怎么过 我会好好考虑的 他 他 苏静 今天你哥结婚呀 我妈让我特意给你打个电话 向你哥道喜 同事问咱妈咱妈好啊 行行行 行 你忙你忙你忙 对了 那个你回来的时候给我打电话 我见你呢 好 你好 回答 来了 来了 来来来来 请坐请坐 我爸妈呀让我来看看你 你看你每次都入客前带东西 没事 对了 我跟爸呢 喝酒去了 又喝酒了 孩子你吃饭了吗 我吃过了 那个 我祝我煲了一点好汤 我给你热去 谢谢干妈 那汤可好喝 那还不说我干妈的手艺 对了 我怎么没看你老婆 老婆呢 我老婆回老家 他哥结婚 他哥结婚这么大事 你怎么不跟上去啊 不会吧 你们俩又吵架了 你 你有点事 对了 对了 不 不可能呢 你不是前一阵子 刚送他一特够过去手链呢 别提那手链啊 就是因为那手链出了事行不行 不会吧 怎么回事啊 没有 这不是有发票吗 他看见了 你看烟 你为什么买两条手链啊 我就说送你一条 生气了 不是 我说你笨吧 你这事怎么能跟他明说呢 怎么不能明说呀 你帮了我这么大一忙 我送你一条手链 不是很正常吗 也是啊 不过吧 这女人本来就是情绪动物 送进去也是理所能当的 你偶尔情绪一下可以 但是你老就是一个问题 那是不是我就该崩溃了 都说从哪儿跌倒的就从哪儿爬起 你要老在这儿跌倒的 那我怀疑这地方是不是有个坑呢 有坑不是正好吗 你堂里给你埋了还省钱了呢 行行行行乐祸是吧 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那你们俩现在怎么着了 冷战呢 正好就是一个缓动器吧 缓动器 不是这冷战也挺好的 你看这么热天 看电视 看电视 对了 你那房子住得还习惯吗 挺好的 其实我就在想啊 我们家那边现在应该挺热闹的 怎么了 想家了 我大哥结婚 我挺想回去的 那就回去嘛 主要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太多了 我没法跟我爸妈交代 那这样吧 打个电话给你哥道个喜 行 行 喂 喂 大哥 苏琪啊 那个你的红包苏琪已经给我了 谢谢你啊 你你你怎么不回来啊 我这不是刚参加工作嘛 没法请假出来 实在对不起啊 哎呦 千万别说对不起 没事啊 工作重要 你的心意呢 哥和嫂子都领了 嗯 好 那大哥我祝你早生贵子百年好和 谢谢谢谢 那个 妹妹啊 你在外边呢 也要好好地照顾自己 都买点好吃的 别亏待自己 嗯 大哥拜拜 到晚洗了 嗯 走吧 大哥跟大嫂怎么样 哎呀 特别好 真羡慕他们 小伙去一趟啊 哎呦 这苏晋 也没什么本事啊 我还想日后他能帮咱们呢 你说这好日子原来就是 装给别人看的 我在电视上看了 这大城市上的模范夫妻啊 都是这样 其实一点都不幸福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她是我们的亲妹妹 你说要没有苏晋 我们我们这婚说节就结了 我们那新房能装修得那么好吗 再说了 苏晋的婚姻弄成今天这个样子 那孩子没出事就 不还是因为 借给我们那五万块钱吗 对了 说起这孩子我是想起来了 当时咱们还送苏晋这孩子 一套银首饰呢 那既然这孩子没了 你们快问问吧 那首饰给没 没有人能还给咱们 还什么还呢你 行行行你别啰嗦了 你放心吧 我肯定会对苏晋有礼貌的 这要等咱们结完婚去北京 让他们给咱们找工作的吗 你还真要去北京啊 那当然了 那个再说吧 回头我给苏晋商量商量 苏晋 苏晋 还以为过得有多好呢 你说这人过日子都这么虚伟 你多累呀 话别这么说 都是一家人 明天可就是咱们的婚礼了 你可别整出什么事来啊 你放心吧 一定没问题的 明天我们就结婚了 嗯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